前总统特朗普面临美国参议院的弹劾审判时 他还面临着另一类的法院 即脸书的监督委员会的判决 该委员会将裁定这家互联网公司 将前总统在脸书和Instagram 无限期封禁的决定是否正确 印度尼西亚记者巴尼是监督委员会20名成员之一 委员会成员最近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批裁决 在五个案例中有四个推翻了脸书删除内容的决定 而脸书也遵循委员会的决定 恢复了这些帖子 在特朗普出现在1月6号的集会之后 脸书将其禁止特朗普的决定提交委员会审议 并要求对应如何处理世界领导人的言论做出评论 有些人质疑委员会本身的合理性 爱德华兹说 这个社交媒体巨人的行为 有如以一个拥有自己法院结构的主权国家字句 其他人则指责政府法规缺席 让科技公司得以轻易取代 委员会成员巴尼说 目标并不是取代政府法规 委员会收集了公众对脸书封禁特朗普账号的评论之后 将尽快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郑蒂娜 纽约报道